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细节见真章 王一博精准剖析编舞构思 专业解读实力圈粉 岛屿,王一博真的很爱街舞 把热爱与专业做到极致 太招人爱了 最新一期的街舞 各位有没有被王一博的这段专业点评给圈粉呢? 实在是精准解读 细节见真章 这就是实力 在这只有专业舞者组成的团队中 顶尖编舞师奇剧 编出来的舞蹈足够让人震撼 没想到的是 王一博的精准剖析编舞师的构思 更是让人给守王一博 不得不说 王一博总是不经意肩带给我们太多的惊喜了 这样让人不得不喜欢啊 谁曾想他能够对于每位编舞师都这般的了解 细节见真章 王一博真的很爱街舞 从以舞者的方式回应舞者 到这次准确分析出每一部分的编舞构思 这样把热爱做到极致又专业能力满满的一博队长 太招人爱了 看过这一段视频的人 都在好奇地问 王一博是福尔摩斯吗? 为什么每个细节都能够分析出是哪位编舞师的作品啊? 突然被这样的王一博给吸引了 专业性问题就是这样的态度才会凸显一个人的魅力所在 因为足够的专业才会散发出来认真的态度 才会吸引人自然会respect 数页有专攻王一博之所以能够让街舞出圈 正是由于他的专业性 一个如此热爱街舞的人 怎么会不出彩呢? 同时呢 王一博在点评中 直言这段舞蹈 应该是每个人都编排了一段 春林在前面跳时候 是自己变的 十一哥在跳的那部分 应该是自己编排的 整个队形上应该是川岛文泰来整体把控的 双人物的地方是杨文涛他们两人编排的 听到后他们连连点头 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 Henry都表示了震惊的表情 同时下面的舞者听后都大呼专业 如果不是对每位编舞师有了解 他有什么自信会说得出来呢? 更是非常肯定的语气 可见王一博对于编舞师是相当的了解的 这也是为何王一博在自己的作品中 直呼没有编舞师不行啊 的确 虽然自己选出的大神四人组的作品出现了很多问题 但是重点是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编舞师来把控 对于这个问题而言 很多人都说他太看重Old School了 专注于舞蹈的技巧上 不是看重作品 这个着实不够客观的 对于王一博而言 他很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他知道编舞师的厉害 也知道作品的呈现上需要好的编舞 同时呢 他更是凭借一己之力让非常多的编舞师出圈 无论是马小龙春林还有于衍林都参与到了自己的作品编舞中 所以说大众对其的认知真的是少之又少 他做事的风格不张扬 更注意呈现的效果 所以才会让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没有被放大 通过这次精准的剖析 我们不难看出王一博更为专业的一面 数页有专攻 细节见章之 这就是王一博为何在街舞上 无人指手画脚的地方所在 足够的专业 足够的热爱 做到了足够的极致 无愧于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 自己出彩 让街舞出彩 让舞者也出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